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罷免三藩市地盡管博切斯運動塵埃落定 6月7號投票日 當晚三藩市選務局的計票結果顯示 超過六成選民支持罷免 反映居民對於罪案、吸毒、無家者等 各種民生問題的強烈不滿 博切斯當晚向支持者發表感言的時候堅稱 兩年來在司法改革方面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我們已經贏了 在昨晚9點30分 選務局發布第二輪計票結果 60.47%的選民支持罷免博切斯 39.53%的選民反對罷免 計票仍不再繼續 選務處還將繼續更新結果 但由於兩方的支持率相差超過20% 相信博切斯落敗無疑 博切斯團隊當晚在米神灣一間餐館 舉行點票夜派對 他在妻子陪伴之下到場 發言感謝團隊和支持者 會估兩年來在減少監獄人口的同時 維持或降低犯罪率 以及擴大受害人語言服務等方面的政績 2019年底以微弱優勢贏得地檢搬一職 2020年上任之初就遇到新冠肺炎疫情 針對亞太裔的攻擊和暴力犯罪上升等挑戰 反對者批評他寬容對待犯罪行為 妄固社區安全 華人在今次罷免選舉當中發出了強而有力的聲音 無論是要求、罷免還是支持流任 雙方都有眾多極具影響力的華裔社區領袖為代表 在多個競選廣告中涼償 根據初步點票結果 華人聚居的華埠、列治文、訪谷區、Excelsior區等 都以大比數支持罷免 選舉結果經市參試會認證後 將交由市長布里德任命接替地檢官 但由於博切斯原任期在今年底屆滿 他可以在11月參與新一屆任期的地檢官選舉 但博切斯昨晚就沒有回應有關查詢 星島記者 編輯報導 星島記者 編輯報導